临时外劳卡一看 申请截止日期正式倒数两天 才早上九点 不成移民局办事处 就已经满满都是人头 多达三千五百名的雇主和外劳 都当了早起吃虫的鸟儿 为申请临时外劳卡做最后冲刺 这么七点钟早上都到布拉班 刚才早上是六点多 六点这样啊 六点多 可是五点多我的工人就来了 三点 已经排很惨了 上次排到一半 为了抢到号码牌 大家都决定牺牲睡眠 带着自己的外籍劳工 一早就来到移民局排队 只不过等了这么久 可是队伍还是 没有动过 一个小时了 这里没有动过 之前在那边 现在好像十点多了 还是在这里 还有四个小时 还一直没有拿到号码 四个小时站着 固执们在移民局里面苦等 外头的外劳们同样也是 等等等 一些外郎们或许是等到花儿也泄了 锁定以地板为床 别人的眼光也管不了了 躺在地上就休息 有的更加是直接呼呼大睡了 雇主需要打起精神排队 只好当低头足玩手机打发时间 一些等到肚子饿的 则是直接手拿饭盒开餐 还有人干脆自备小凳子 解决缴酸的问题 虽然队伍已经陆续前进 可是这个进度嘛 相当缓慢 他们的做东西没有讲完 今天做这样 就叫你做别样东西 就倒回来这里 所以害了我们走外走去 很多人 他们有四步步 非常难 雇主怨声四起 认为移民局的手续非常杂乱 要先领取三张号码牌 再通过三个柜台的验证 才能顺利申办一卡 这个过程将会跟着拖慢 排队的人也越来越多 可是看在移民局外籍老公组主任 凯鲁的眼里 他认为移民局这几天会水泄不通 都是因为大家都爱 最后一刻 很多人都会来到最后一刻 他说这几天仍然还有很多的雇主申请 所以当初已经把工作时间 延长至凌晨四点了 可是无论如何 外老们还是希望 这两天之内就能够尽快办理好 为了这张一卡 他们也付出了不少 只剩一天的时间 申办一卡的程序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期限限满之后 移民局下一步动作是什么 两天之后自有分晓 下单最后一蹬之下